欢迎收看这一节的五件新闻 我是唐杰 马上现在带您看到 今天有哪些重要的国际新闻重点 日本首出现感染途径不明变种病毒株 被怀疑是否有变种病毒社区感染 美国在WHO指委会上 促中共交出病毒资讯 中共却辩称要求停止政治施压 川普下令弃用中国制无人机 英国媒体电讯报报导 拜登计划在上任后 把第一个北美之外的国际访问地点 定在英国 新闻开始先来关心全球确诊9,550万人超过204万人病逝 另外 接触感染事件连续三天新增医护人员确诊 目前累计5名医护人员确诊 昨天新增确诊的50多岁案863女护理师 是案856医师的接触者 两个人负责相同的病房 指挥中心已经掌握案863女护理师的同住家人5名 接触者都在陆续匡列及采检中 若有新增确诊者今天会公布 下午2点指挥官陈时中将亲自对国人说明 疫情及防疫的进度 指挥中心昨天召开 记者会宣布进驻医院成立前进指挥所 部立桃源医院因为临近桃源机场 自从疫情爆发以来 为台湾手下许多疑似病例 首例确诊的女抬伤也是在该医院接受治疗 16天后成功治愈出院 如今这些无名医雄却陷入院内感染风暴 今天桃源医院周遭活动正常 也有民众的爱心涌入院内 对就是一次拿一个月 有没有担心说昨天 中央公布说桃源医院有互染的 其实不会太担心 就是如果控制的好的话 其实都还是要给他们加油打气吧 我觉得不用太过口 另外桃源医院脸书专页也贴出照片 感谢民众为院内医护人员提供饮料 贴文写到就像在沙漠中看到一片绿洲充满希望 指挥中心昨天派医服会执行长王必胜进驻医院 成立前进指挥所并将确诊个案层活动的病房关闭 病人一人仪式隔离 个案活动空间清空消毒 现在全院患者指出不进 并且取消探病 陪并限一人实名制 医院员工必须自主健康管理 有症状第一时间通报 不能自行就医 中共肺炎在桃圆布立医院发生群聚感染 目前已经累积5名确诊者 指挥中心昨天宣布进驻医院成立前进指挥所 并启动6大防治座围 清空相关楼层外 全院患者也指出不进 另外对于是否管制国人反国 以及最新病毒株的变化 感染科专家黄利明也提出分析 国人反国是有他的权利的 有一阵子也要管制国人反国 不过这个造成法律上很大的争议 因为宪法是保障他们可以回来的 你如果得到一次严重的肺炎 如果这些人 第一个他本来就是老年人 他有很多共病 这些人在一年之内 得到别的肺炎 一年之内他甚至有接近10%的死亡率 得到新冠肺炎的人 他其实抗愈出院 不代表他身体已经完全恢复正常了 目前最新的病毒株呢 他的效果已经降到 在实验里面降10%了 那这个就是一个流感化的前兆 对于院内群聚 部分内部医护也传出 期盼封院的声浪 黄利明分析现在的院内隔离措施 已经形同封院 台大妇产科明医师景中 昨天在脸书发文透露 桃园卫生局已经开过协调会议 各大医院决定和桃医一起撑下去 共同为染疫的医院善后 文中怀疑17年前台大是SARS的重灾区 和平医院沦陷后重症和疑似患者 纷纷涌入台大 当时张上纯医师为了医治病患 两度怀疑染疫 当时开协调会议时 他哽咽问各大门派长老 大家究竟爱不爱台湾 各大院长才点头做收治SARS转院准备 师景中说台湾早已不是2003年SARS时的台湾 不但没有里长率众阻挡转送病患的情况 还有民众不断把爱心送入染疫的医院 互相辅助的同袍知情 台湾怎么会不好 贴文被7000次分享 超过3万多人按赞 接着看到在美国后任总统拜登就职前 白贡国会所在地华盛顿特区 进入高度军事管制 而市长鲍泽15号表示 即使在1月20号就职之后 考量国会大厦的安全 华盛顿特区也必须保持更高的安全性 华府将进入危安新常态 好 华盛顿DC市长鲍泽去年6月 因为将白宫外的一段街道改名为黑命贵广场 并涂上黄漆字样引发抨击 另外虽然民主党之前批评总统川普的美墨边境为墙无用 但是民主党众议员李奇托雷斯 15号还提出法案 要求修建围绕美国国会大厦周边的栅栏 没有总统就职日在即不仅华盛顿紧张 各州府以及公司也都采取应急措施 曼哈顿多家星巴克咖啡店 就因为担心总统就职日前 纽约街头的治安问题而临时关门 周日星巴克发出声明表示 出于谨慎并考虑到员工和客户安全的重要性 由于可能发生抗议活动 当地分店主管决定关闭曼哈顿的一些店面 消息得到纽约市警局的证实 但警局表示 并没有收到任何大规模示威或抗议活动的情报 You know, businesses that want to remain safe and supportive too I think it's a good idea I guess they're being more cautious as it turns out than they probably needed to be It doesn't feel like America It's very sad But, you know, people are not happy with the results of the election And there's a lot of evidence that this election was stolen With both sides, you know being scared to even go to work It's really a shame, you know Because at the end of the day We're all Americans, you know You should never be concerned of your own safety coming to work Just because of a political opinion 周一是美国法定假日 纪念民权运动领袖 马丁·路德金 受访民众认为 和平的抗议和发声 还是必要的 You know, it's necessary for these people to get their voices out there to be heard by the people 纽约市警局表示 总统就职日前 在第五大道的川普大厦 会布置警力维持秩序 新唐人记者 王愉赫奥利福 纽约报导 新闻调查机构真相工程 周一发布了第二支 由推特公司内部 举报人提供的影片 显示推特高管表示 应确保审查手段 在全球范围执行 在新闻调查机构 真相工程18日发布的视频中 推特公司 法律安全政策团队负责人 维加雅加德提到 选举干预 选举欺诈 窃选等内容都可能煽动暴力 永久终止这些账户将成为推特长期政策 并适用全球 加德是永久终止川普总统 推特账户的主导者 之前推特CEO多西 在一个内部视频会议上的发言 也被举报 多西提到 推特不仅要在总统就职日前后 针对川普总统的账户 还需在正常时间内审查更多内容 直到那些声音消失 推特就此声明称 这确实是多西说的 目的是为了保护言论 左派封杀言论的行为 这个才是真正对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攻击 也就是言论自由 而更加令人震惊的是 这种报复 它不仅仅只是针对着少数人 而是正在迅速的扩大到 针对更大面积的人群 依据真相工程创办人奥基夫的说法 有很多大特技公司的人和他们联系 并提供内容 因为他们对审查言论的做法感到担忧 新唐人记者李澜综合报道 川普总统1月18号 签罚2021年全国人类生命神圣日公告 公告中对美国最高法院 50年前的一项裁决 提出批评意见 川普认为高院那项允许堕胎的裁决 在宪法上有缺陷 并导致数千万婴儿还没有出生 就被终止了生命 川普表示 恢复对生命神圣性的尊重文化 对解决美国最迫切的问题至关重要 英国媒体旁观者1月15号报导指出 根据美国政府报告 川普将对中国大陆的援助 从2019年的6200万美元 削减到2020年的3000万美元 过去一年中 对中国大陆的援助 削减了52% 众员议长佩洛西电脑遭窃后 现在有人指称 1月6号抗议者袭击国会大厦时 看到一名女子偷了一台电脑或硬碟 并替划将其卖给俄罗斯 联邦调查局FBI正在调查 该指称是否属实 准备就任副总统的贺锦丽 在就职典礼前两天18号 正式辞去联邦参议员职务 近代电视整理报道 川普第一任期末 释出多个重要讯息 20号传出要发表演说 更多内容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Eureka 来自屏东酒儒有机柠檬 皮薄多汁 富含多种营养成分 积极开发柠檬加工产品 狐狸伟兰 温室无毒栽培 历史五年培育开花 香味浓郁 萃取具有活化细胞的多糖体成分 研发出蓝翠系列七大产品 酒儒香农会 让您吃得健康 用得安心 好用耐用 你会爱用 汤薄精体厨艺捡 生食熟食 轻松料理 优雅下厨 厨房的好帮手 大师们的最爱 好用耐用 你会爱用 汤薄精体厨艺捷 你想要加薪更多 升迁更快吗 想要增加业绩和销量吗 我是李健豪 我乐于透过教育训练 协助上班族 业务人员和老板 更快更好的达成目标 我准备一场线上研讨会 要和你分享如何自我成长 轻松成交 和企业行销的秘诀 你将学习到 世界顶尖验证有效的方法 赶快去网址 马上学.tw 免费学习吧 来自墓都的墓器工艺家 承传鲁般精神的 玄卯工法 截取古人的智慧 施法自然 结合在地文化特色 创作出台湾原创精神的 生活艺术品 食用美观 一气多用 品墓箱 明茶箱 以在地财 传匠师音 品台湾味 目接茶道 T&Wood 美国做动川普的第一个任期 倒数两天 今天川普再次发布五份行政命令 和两份公告 内容包括终止来自深耕区英国爱尔兰和巴西旅行者的入境限制 但对中共和伊朗的旅游禁令仍维持 另外川普还下令弃用中国制无人机 有美国媒体指出 美国总统川普计划在安德鲁联合基地举办告别活动 另外还有美国媒体指出 川普可能会发表告别演说的影片 但目前白宫并没有证实消息 白宫至今还没有公布川普总统20号的行程 不过美国第一夫人梅兰尼亚周一发表讲话 感谢美国人民的善良和勇气 并希望美国超越分裂 选择爱与和平 即将与川普总统离开白宫 梅兰尼亚在告别讲话中 如数家珍地回顾对各行各业美国人的珍惜和怀念 从士兵、执法人员、防疫前线的医护人员 到勇敢的母亲和坚强的孩子 梅兰尼亚表示 已将所有美国人珍藏在心里 在过去的四年中 梅兰尼亚还发起了做到最好行动 全力关注和解决美国下一代的健康、上网安全 和滥用哈片类药物的问题 在基金左派正在严重撕裂美国社会的关键时刻 梅兰尼亚在讲话中特别强调了 暴力永远不是答案 也永远不会合理 在所有条件中 我请每个美国人的拖展 能够成了一张专门被强调 Best 我砍发这些人家 我们所奏之后 去与我们的决定 又代表 恋相和惊人 不明正在暴力 和暴力 人前对自己的 自己的 所有人在这个国家 你会在我的心永远 你会在我的心里永远 美国总统川普的第一任期 20号即将结束 副总统彭斯发推文指出 川普是数十年来 首位没有再让美国 卷入新战争的总统 并写道 这就是用实力取得和平 美国总统川普的第一任期 即将结束 副总统彭斯18日晚上发表推文 表示为川普感到骄傲 指出川普是数十年来 没有发动新战争的美国总统 并写道 这就是用实力取得和平 美国媒体福斯新闻也报道 去年10月白宫发布声明 称赞川普政府 以实力达成和平的外交政策 去年12月 杂志副笔士也指出 川普在四年任期内 对美国军事动员层级所做的变动 比大多数的美国总统 在八年任期中做到的还要多 并指出 欧巴马政府2009年在阿富汗 2014年在伊拉克利比亚 都增加当地的美军部署 反观川普则是为美军 带来四年的和平 并从无休止的战争中脱身 细数过去四年川普政绩 把美国对华政策从绥靖政策 改变为灭共政策 祭出一连串制裁 来削弱中共对美国的侵略 川普任内也促进 中东和平有突破性的发展 不仅推动以色列 巴林和阿联酋达成和平协议 并打败激进组织伊斯兰国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日前也发推文支持川普拿诺贝尔和平奖 新唐人亚台电视 林玉堂 叶云辱这里报道 拜登将在华府时间20号就职 华府已经进驻至少25000名国民兵 成为史上最不寻常的总统就职典礼之一 外界观察拜登将如何对待台湾 就职是否邀请台湾 中华民国外交部回应媒体 哥伦比亚特区 它是从现在已经进入 一直到1月24号 都是进入了一个紧急状态 所以整个一个就职典礼的规划 可能会因为维安的考量 相应的调整 也是缩小的规模 基于相关的防疫的考量 他们是决定要大幅的缩小 我方会用最适当的方式 来向美方来表达台湾诚挚的助 来持续很稳健的深化台湾跟美国 全方位的一个合作伙伴关系 川普政府任内大力支持台湾 直到任期的最后 国务卿与内阁要员人 持续大力赞扬支持台湾 香港与台湾是外界观察 拜登对中政策的两大检验点 外交部表示会看美方就职典礼的规划情形 由驻华府的萧美琴大使 将以最适当方式与安排向新政府致意 也会表达期待与美方持续密切合作 中心方中国KY公司集体爆雷 台湾股民遭坑 另外美国华人实名举报 揭露中共活摘器官 更多内容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今天要组成了呢 我们控管最好的水质 飼料中添加优质益胜菌 我们重传地池送最经济美味的酵素鱼 我们帮你把汁都拿掉了 我们还有下树下喔 MCT磁府刀具 掀起CNC加工工业革命 高速加工 排热快 不产生高温 弓箭不易变形 极低摩擦系数 表面光滑 不黏刀 高硬度 完全切削 弓箭垂直度高 缩短工时 产能加倍 挑战直速效能 林冬生MCT磁府刀具 MagLab Cutting Tools Pro1优胜油风 使用进口原料制成 已开发上万种产品 油风能够确保机械正常安全的运作 组绝外界污染物并防止漏油 荣获ISO品质保证 客制化一条龙服务 台湾制造专业第一 国务万优胜游风 近日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凤解封了一份录音档案 唯一名中共官员的家属 在美国实名举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 请看报道 来自中国上海的陆树恒 在2016年10月2号 通过希望之声广播电台 与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主席汪志远连线 一述他在2002年回上海 跟他的哥哥和嫂子吃饭时 嫂子的姐姐周青和其丈夫毛淑萍 也在饭局上 毛淑萍维员上海劳改局副局长 与时任上海市政法委书记吴志明 江泽民侄子关系密切 周青和毛淑萍问陆树恒 能否介绍在美国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 他说我在美国嘛 然后可以听到一些那个 有没有需要移植方面的人 他说在美国很紧确的 我说我因为做账修 刺激不到这种人 他说你留心着 你联系到一个人 比我张修远远占钱了 我说是什么事情 他说就是气管 他说那肾脏啊什么的 研究磨啊什么的 还有肝脏 其中他们提到器官移植过程中 为了确保质量不打麻醉 以至于让医生做了几次后 晚上做噩梦 他说是这个质量都相当好 都是鲜活都是活的 他说他在他做了几次 他做不下去的原因就是 因为他害怕 就是开刀的时候 人家会拼命叫 痛得要命 我说怎么不麻醉 他说麻醉 就是不是每个地方都可以麻醉 他需要的地方 他说不能麻醉 你不懂的 他说越新鲜 越不能吃过这个麻醉 这个东西 越好 陆树恒并证实 这些被器官移植的人 包括法轮功学员 他进来的时候 他们绑进来的时候 他就叫法轮大法 后来就痛痛的 他就残教好了 就这样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主席汪志源表示 中共从1999年起迫害法轮功 至今党政军警与全国的医疗机构勾结 都参与了活摘人体器官 有些不具有这样的手术能力的 也在做 你比如说中医院 妇产科医院 职业病医院 你比如说中医院 这是中草药治病的医院 竟然也开展了这样的手术 你比如说荷兰省龚医师的中医院 就这样 在2001年建立了一个相当规模的肾移植中心 一天就可以进行八台肾移植手术 他那个密尿外科的主任叫李洪道 在大约2006年 这短短的几年 他一个人就主导了500多肾移植 从2006年首次曝光活摘器官的罪行至今 追查国际收集到超过2000个电话录音 亲历着严正等证据 2020年3月 英国独立人民法庭发表最终书面判决 判定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在中国大陆普遍存在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也将继续追查一些迫害法轮功的机构 组织以及个人 新唐人记者柯丁廷 韩瑞 纽约报道 去年开始外国企业KY肋股来台上市 却是频频爆出财报造假 公司高层集体消失的情况 让台湾上万名投资人写本无归 尤其多家公司营运重点放在中国大陆 导致查账究责困难 金管会拍板将严理四大措施 严加审查相关上市案件 中国十大同装品牌的KY头地 涉嫌掏空多达13.2亿新台币 台北地监数18号兵分六路 月坦公司董事王冠华 李宗如 发言人陈建伟 还有情业重心会计师石景斌 江明南等五人 全案朝违反证交法财报不实侦办 外国企业KY肋股来台上市 却是接连坑杀小股民 昔日生计股王KY康佑 董事长黄文烈去年八月失联 公司高层全部通通绕跑 股票瞬间成了壁纸 两家公司共通点都是在中国营运 背后金主结构复杂 跨海难以监管 因为很多的一个KY公司 其实它营运的一个中心 是在中国大陆 但中国大陆不见得愿意配合 就是说我们这边派过去的 一个会计师来做查核 所以造成了就是说 似乎有财报不实的一个情况 我们就要求证交所去强化 对KY公司的监理 今晚会主委黄天幕拍板 要严加审查KY公司IPO案 祭出四大措施 严你要求KY公司董事会中 台籍董事必须过半 台湾及独立董事 至少要有两席 另外在台湾募集的资金 必须存放在台资银行 避免出包时连人都找不到 那所以呢 为什么说要要求台籍董事过半 就是说其实 这个觉得董事会还是最重要 因为财报经过董事会 而且如果说到时候有责任的时候 我觉得也比较容易 就是我们这样规范 会对投资人权益比较有保障 美国他们现在也是这样子 他们的不是有推出问责法案 不能够是由 就是由中国控制的公司 那第一个他们就希望说 他们的那个会计的 就是会计师的监管机关 都能够监管到这些公司 在台湾挂牌的KY公司 有110家 除了抗有陶地 近期还有凯义 VHQ 英锐共计五家公司 陆续出现财报大量亏损 已经让专家提出警告 计划会下令 从严审查 相关规定 最快今年第二季之前 就会上路 新台地市 李静沈为彤 台湾台北报道 接着带你来看到 1月19号的天气预报 字幕志愿者 李静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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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种力量 为真相护航 为沉默发声 捍卫民主自由 忠实传递真相 坚守道德良知 弘扬传统文化 我们始终秉持公平与正义 为您拨开乱世的迷雾 台湾的未来 我们下期待